市長好 台中市長盧秀燕 25號一早到清水出席活動 副院長蔡其昌也有到場 手防握手打招呼後 就各自就做互動不多 不過對於年底的台中市長選舉 郁營會派誰上陣 蔡其昌也沒有把話說死 我只是把我的態度說明清楚 那剩下的事情就交給黨去決定 黨需要我 他自然會徵召我 黨如果覺得別人更適當 那我們也會全力支持黨徵召的候選 依舊表示尊重黨中央決定 但日前民調顯示 如果民進黨派出蔡其昌 跟盧秀燕相比支持度落後 對方27% 蔡其昌認為目前除了盧秀燕之外 各黨還沒有派出人選 民調的政治意義大過於實質意義 與其用民調讓自己安心 不如好好把事做好 對此羅秀燕則沒有多做回應 不過國民黨台中市議員則公開表示自己的看法 民調大家可以作為參考虛心改進 蔡其昌副院長竟然公然的批評 這個媒體所做的民調是非常荒腔 距離年底選舉還有一段時間 候選人也沒有權定案 但藍綠兩黨已經開始隔空對戰 今天被新聞陳出生李蔡影台中場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